特别新闻报道 近日有村民反应 樊村出现了一只会吃人的巨型木偶 且该木偶喜欢在夜晚时频频出现活动 在警方还未调查清楚前 请所有村民近日尽量待在家中 减少夜间活动 不要外出不要外出 等等什么会吃人的木偶 太可怕了 我想我最近晚上都还是不要出门的好 不然要是一不小心撞到那个可怕的家伙了的话 我就要有大麻烦了 等等是谁是谁在下面那里敲门 我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该不会是新闻上说的那个会吃人的木偶吧 不会的不会的 新闻上不是说那个木偶喜欢在夜间活动吗 现在是白天他应该是不会出来的 冷静一点方块哥不要自己吓自己 哦天那大傻春是你啊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那个会吃人的木偶找上门来了吗 什么会吃人的木偶 你在说什么方块哥 你今天没有看新闻吗 新闻上说我们的村子里面出现了一只会吃人的巨型木偶 什么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十分危险 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木偶好像只会在夜间的时候活动 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安全的 对了大傻春你那么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快跟我来方块哥 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 怎么了大傻春发生了什么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最近出现了一些怪事 什么怪事你的房子怎么了 口头上说很难说得清楚 你跟我来看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来吧快跟我进来吧 大傻春你的房子是不好好好的吗 哪里怪了 序别出声你仔细注意听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这些声音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被这些怪声困扰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每到凌晨或者白天 我的房子里面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声音 因为这些奇怪的声音 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睡过好觉了 我感觉我现在的黑眼圈都快要比熊猫的还要大 等等等等等等 大大傻春 床底你的床底下面有人在呢 什么你在说什么方块哥 现在大白天的你可别笑我 哦天呐这是个什么鬼东西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我怎么不知道 好吧看来那些怪声可能就是这个奇怪的家伙发出来了 等等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还记得我今天早上跟你说过的那个新闻吗 大傻春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床底下面的这个家伙 可能就是新闻上面说的那个会吃人的木偶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方块哥 你得帮帮我 我不想被他给吃掉 别担心大傻春先冷静下来 现在是白天 这个可怕的家伙只会在夜晚的时候进行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是安全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放任他在这里不管吧 哦天呐太可怕了 不敢置信 我的床底下面居然藏了一个会吃人的家伙在这 让我想想等等有了 我想到的办法了 跟我来大傻春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家伙了 方块哥你确定这些容颜 真的能消灭得了那个可怕的家伙吗 当然容颜可是我的世界里面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就算是在强大的怪物碰到容颜也得死 更不用说他了 来吧让我们把这些容颜给倒在那个家伙的身上 直接把他给送走 等等人的那个奇怪的家伙怎么不见了 我不太糟糕了大傻春 我们让他给跑了 我们让那个会吃人的木偶给跑了 他一定是听到我们要把他给消灭掉 然后趁我们不再偷偷一个人跑了 我不闹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方块哥 我很害怕 那个家伙他一定还会回来报复我的 我不想被他给吃掉 你得帮帮我方块哥 我还那么年轻我还不想死 别担心大傻春 只要有我一口气在 我就绝对不会让那个吃人木偶伤害你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那个吃人木偶现在一定就潜伏在我们村子的某个角落里面 等等有了我知道要怎么抓住他了 来吧大傻春让我们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里面都安装上一些监控摄像头 这样一旦那个吃人木偶出现 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发现 然后想办法应对他了 为了防止他会再次潜入你的房子 我们最好也在你的房子里面安装上一个监控摄像头 这样他就没法偷偷潜入你的房子伤害的了你 下一步我要把这个监控摄像头安装在这棵大树上面 因为这棵树是我们村子里面最高的一棵大树 如果把监控摄像头给安装到这里 我们就能通过他来观察整个村子的情况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着想 大傻春你最近最好还是都跟我住在一起吧 这样我们两个之间至少还有个照应 夜晚 现在已经很晚了 是时候该上床睡觉了方块哥 不过在睡觉之前 我想先检查一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情况 看看那个吃人木偶还在不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来吧就让我们先从你的房子开始吧大傻春 好吧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你的房子现在一切正常 看来那个吃人木偶真的已经离开你的房子了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不不不不快看啊大傻春是那个会吃人的木偶 是那个会吃人的木偶 哦天哪太可怕了 他居然背着我们偷偷躲到了你的壁橱里面 等等他想干什么 他好像在你的房子里面四处寻找着什么 他一定是在找我 他一定是想找到我然后把我给吃掉 太可怕了幸亏你及时发现了这个家伙方块哥 不然我现在可能都已经进到他的肚子里面了 等等他走了 那个吃人木偶离开了你的房子大傻春 让我们再切换到外面的那个摄像头看看 等等他想做什么 他想要干什么 我不不好了大傻春 是村民的房子 那个可怕的家伙往村民房子的方向去了 他想干什么 他想对那些村民干什么 快看啊他在暗门铃 那个会吃人的木偶在模仿村民暗门铃 老天保佑那个村民千万不要上当啊 不然他一定逃脱不了那个家伙的魔掌的 不好门开了 那个村民出来了 那个村民从他的房子里面出来了 握不住手快给我们助手你这个可怕的家伙 你不能这么做 可怜的村民他他就这么被那个可怕的家伙给吃掉了 可恶他怎么能这么做 他怎么能这么对这些村民 等等门铃不好了 我们的门铃想要方快哥 会不会是那个木偶 会不会是那个会吃人的木偶在按我们的门里 完蛋了完蛋了 那个会吃人的木偶来找我们 先冷静下来大傻春 让我先用外面的那个监控摄像头来检查一下看看 哦天哪真的是那个家伙 真的是那个会吃人的木偶 可恶难道他吃了一个村民还不够吗 现在又来打上我们的主意了 听着大傻春无论如何我们绝对都不能开门 因为我们一旦开门 那个家伙就会从阴暗出跳出来吃掉我们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方快哥 就算我们一直不开门躲在这里 那个木偶也会想进千方百计闯进来伤害吃掉我们的 你说的对大傻春 现在这里不安全 我们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才行 等等有了地下室 在我的房子下面有个秘密地下室 让我们躲进这个地下室里面去大傻春 我敢保证那个木偶绝对想不到我们居然会躲到了地底下面 只要我们待在这里哪也不去 那个会吃人的家伙就伤害不了我们了 第二天 好吧经过昨晚一整晚的商议 我跟大傻春决定用木板来加固一下我们的房子 让我们的房子变得更加的坚固 等等快看那大傻春 室内的木偶 室内的会吃人的木偶 太可怕了 他居然一直在那片森林里面监视着我们 看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的危险 好吧没时间浪费了 让我们尽快用这些路障 把我们房子里面所有的窗户都给封锁起来 因为一旦到晚上 那个木偶一定会再次来袭击我们的房子的 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木偶有机可乘 好了差不多了 还有厨房这里 也要全部用这些路障给盖住 一个缝隙都不能放过 因为这可是关乎到了我们生命安全的问题 好了差不多了 现在一楼的窗户已经被我们给全部封锁起来了 那个吃人木偶应该没法打破这些窗户闯入我们的房子里面了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最好再在我们的楼梯这里设置上一些安全陷阱 这样一旦那个吃人木偶闯入我们的房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引诱到这些陷阱上面 然后把它给一网打尽了 我不知不觉现在天都已经那么黑了 我们得赶紧回家才行了大傻春 不然要是被那个吃人木偶给发现了我们的话 我们就要有大麻烦了 等等等等等等不不好了大傻春 是那个吃人木偶 他来的那个吃人木偶来了 我真服了我这张乌鸦嘴 说什么就来什么 快跑大傻春快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房子里面去 快快把门给关上 好了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安全了 好险刚刚差一点就要被那个家伙给追上了 看来我们之后还是不能在外面逗留的太晚 不然一旦被那个家伙给抓住就要完蛋 哈哈被挣扎了混蛋 你是打不破这扇体能的 省点力气吧 想抓我们下辈子 不不不不不这这这怎么可能 不好了他进来了 吃人木偶进来了 快跑大傻春快让我们离开哦不 方块哥快醒醒方块哥 快点起来别睡了 我的头好痛啊 这里是哪里 我这是在哪 方块哥你还好吗方块哥 你没事吧 等等等大傻春 这里是哪里我们怎么会在这 难道你都忘了吗 是那个吃人木偶 是他把我们给敲晕带到了这里 我想起来了 我都想起来了 不过那个会吃人的木偶呢 他怎么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抓其他的村民了吧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方块哥 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里的话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为那个家伙的食物的 快想想办法呀方块哥 我还那么年轻 我不想被他给吃掉 我不想死 别着急大傻春先冷静下来 让我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从这里逃出去的 等等藤蔓 有了我知道要怎么从这里逃出去了大傻春 等我等我抓住这些藤蔓从这里出去之后就来救你 我不该死 这些藤蔓实在是太高了 我根本就够不到他们 完蛋了完蛋了 我们马上就要完蛋了 老天你为什么要再这么对我 黑大傻春安静一点 不然要是把那个木偶给引过来了的话 我跟你都没有好果子吃 等等床有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来吧让我把这张床给放到这些藤蔓的下面 就像是这样 然后我就能轻而易举的抓住这些藤蔓从这里上去了 我天哪不敢置信 我居然真的做到了 方块哥别忘了我还在这 快点来救救我 别着急大傻春我这就来救你 好了让我们走吧 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已经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下去了 我不不好了方块哥 木偶那个痴人木偶来了 快跑大傻春别回头用力往前跑 可千万不要让他给抓住了 不然我们就要完蛋了 我会努力的方块哥 不好了那个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给甩掉才行 不然照这样下去我们迟早都会被他给追上抓住的 快点上来大傻春 那个家伙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快让我们离开这里 不好了方块哥前面的路被这些玻璃给堵住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方块哥 别担心让我直接用这个炸弹把这里给炸开 快点那小炸弹快点爆炸 那个木偶马上就要来了 完美成功了 快跑大傻春 快让我们从这里上去 可千万不要让那个家伙给抓住了 等等箱子这里怎么会有一些箱子在这 来吧让我们打开他们看看 哦天哪武器是武器 这个箱子里面居然会有武器在这 太棒了 有了这把武器在 我就不用害怕那个会吃人的木偶了 来吧让我们走吧 有了这把武器在 现在就算是那个木偶在这 我们也不用害怕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既然你来了 那就来尝尝我的这些武器的威力吧 混蛋 哒哒哒哒给我下地狱去吧 休想伤害我跟我的朋友 哦天哪成功了 我们成功消灭掉了这个木偶 我们成功做到了 出口一定就在这里的前面 让我们走吧大傻春 马上我们就能离开这里 从这里回去了 快点快点快点 我已经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下去了 我也是 我恨不得现在就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的房子里面 等等这里是哪里 出口呢难道出口不在这吗 哦是那个木偶 他怎么会在这 他刚刚不是已经被我给消灭掉了吗 我不救命方快哥 快来救救我 快退后大傻春 退后这个家伙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给我嘎吧你这个可恶的混蛋 休想伤害我跟我的朋友 给我嘎给我嘎给我嘎 给我下地狱去吧 消失了 我们成功消灭掉了这个家伙 我们成功做到了 太棒了万岁 我们终于消灭掉了那个吃人木偶 我们现在安全了 不过我们要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那方快哥 出口在哪里 别着急大傻春 让我们再仔细找找 出口一定就在这里面 等等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刚刚从那个木偶身上掉下来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一定就是打开从这里出去的出口的开关拉杆 通过我多年的冒险经验 我可以肯定这个金块一定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开关 来吧让我们把这个拉杆给放在这里 好了三二一启动 奇怪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这个不是正确的出口吗 那真正的出口到底在哪里呢 哦天呐这个是什么 大傻春快过来看啊 钱这里有好多的钱 太棒了现在他们都归我们了 我和麦奇带全家出游 结结这是什么 麦奇我不知道 好像是一条通往太空的轨道 但是轨道前的标牌是什么意思 贫穷或富有代表了什么含义 结结我觉得是一条轨道去往富有的星球 另一条轨道去往贫穷的星球 但是我们不知道哪条轨道对应哪个星球 麦奇我选择我站在这的这条 我想选择你旁边的这条结结 好的麦奇 我无所谓选到哪个星球 不管它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 老实说 我对参观太空更有兴趣 我们需要把小推车放到轨道上 然后按下启动按钮 结结我想知道小推车真的会 把我们带去其他星球吗 麦奇你快看这些小星星 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我们要去的星球是怎么样的 希望它们会很有趣 也许我们还很在它们身上找到宝藏 如果有很大一笔的宝藏的话 把它们卖掉买一栋大房子 为什么你的小推车比我快 好像是你比我更轻的原因 终于快要到目的地了 我们真的在太空中 好想知道这种轨道是哪个神仙建造的 我好像选中的富有的星球 麦奇就没我这么幸运了 谁让麦奇自己要跟我换呢 我比他幸运多了 我们到达终点了 我们要把太空服穿上 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太空中呼吸 看起来麦奇一家也准备爬到 星球的最顶端 我想知道这星球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星球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我觉得有必要 把这星球的每个角落都探索一下 也许我们能找到点什么宝藏 这是什么不会是钻石珠吧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种类 这下面好像有情况 似乎是一条连接我和麦奇星球之间的轨道 在我看来这条轨道不太安全 我有点不想使用它 这不公平节节 为什么我的星球这么贫穷 我想要打破这种情况 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方法 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麦奇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钻石珠呢 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种类 我觉得我们可以建一个猪圈 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养起来 太空中的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 我猜它们应该是某种陨石 但是看着让我很不舒服 我想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 我有预感有事要发生了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好像在下雨了 节节我还没建造我的家 暂时只能躲在雨伞下 所以要做好计划 我们要做好发生一切的准备 麦奇似乎做得更好 我没有雨伞 所以我最好建议做钻石亭子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暂时的庇护所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加油建造节节 我快建完了马上我们就不会被雨淋了 我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差不多了现在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不对好像有什么声音越来越近 是一些就像大金块的东西 它们正好砸在我刚建的钻石亭子上 如果这些大金块直接砸在我家人身上 后果不堪设想 它们应该是在太空中乱飞的金砖 节节我这里就好像是个射击场 为什么你的星球是掉金块 而我的星球是掉火炮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阻止它们 我觉得麦奇又开始倒霉了 再坚持一会吧 麦奇很快就会结束的 大金块不断的从天而降 我有点疑惑 我以前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好像是这个星球独有的现象 为什么我就老是这么倒霉 我应该要怎么做 从天而降的都是火炮和熔岩 如果它们砸在我的雨伞上 我和我的家人就完蛋了 目前为止我的星球安全了 那些从天而降的金块已经停止掉落了 我需要把它们收集起来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回到家后我可以把它们卖出去 还要再收集一些猪肉和钻石 现在给我们建一座房子怎么样节节 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还可以休息 好的我同意 不过我们没有木板 但是我们可以用钻石绿宝石金砖 建造一座豪华的房子 我可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这座豪华的房子建造完成了 虽然它更像是一座庇护所 但最重要的是它足够安全就行 好的看起来还不错 我很喜欢 我想知道麦琪怎样了 麦琪也把房子建起来了 我觉得火雨这一会还不会停 节节我真的后悔来到这个星球了 那边是什么声音 我过去看看 听起来不止一个声音 这个洞穴我暂时还没探索过 我想知道它通往哪里 我们去看看它有没有 这个星球上蕴含的宝藏啊 你跑得太快的节节 我以为你就跳进洞穴里了 我马上就要进入洞穴了 虽然最好坐个梯子爬下去 但是我们没什么时间直接跳吧 跳下来的时候我好像崴到脚了 但没什么大碍 我们抓紧探索一下这个洞穴吧 走在这里面的回音都很悦 不愧是周围布满了钻石 很不寻常的洞穴 我觉得里面肯定蕴含了不少的宝藏 小心一点节节别从这边上掉下去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 别担心我我会小心的 就算从这上面跳下去我也不会有事的 你看 不过我觉得下面可能会有危险 你可以先回去 我想接着探索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我对这个星球的一切都很好奇 迫不及待的想了解这里的一切 这似乎是这个星球的中心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家人怎么直接跳下来 下面好像好像有一些不明生物 你们为什么要跳下来 我告诉你们了下面可能会有危险 我的家人被攻击了 我要去帮助他们 这些都是钻石怪人 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星球上遇到他们 别担心节节 这些钻石怪人没什么实力 轻而易举的就能打败他们 他们比一般的怪人弱多了 根本伤害不了我们 这上面有个箱子 我看看里面有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假钻石块我觉得它像是炸药 我想看看它会有什么效果 但是在这里引爆会很危险 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置炸药 虽然这些钻石怪人实力不是很强 但是它们数量还是挺多的 要是能和它们一个个单独单挑就好了 地上有很多钻石块和墨影珍珠 我要把这些钻石块和墨影珍珠收集起来 它们有点用处 我厌倦了跟钻石怪人的追逐了 它们觉得自己打不伤我 我觉得打败它们也没什么用 当我打它们一个的时候 旁边两个也会过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跟它们纠缠 我们已经得到许多宝藏了 现在我们有很多钻石块和墨影珍珠 上面还有一些钻石矿石 不过我不打算带走了 从那个箱子中还得到了很奇怪的炸药 它跟寻常的炸药不同 甚至它都没有引线 我得找个地方测试一下它的作用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节节 先回到外面去吧 我想知道麦琪现在怎么样了 我觉得他在我们探索这个洞穴的时间里 应该把它盖的那座泥巴房安排妥当了 不过我们在进入这个洞穴之前 也把我们的钻石房也建好了 并且在这个洞穴里得到了很多宝藏 现在我们搭上回到上面的梯子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测试那个炸药 那么多钻石怪人守卫着那个箱子 这个奇怪的炸药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武器 我的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 我想知道这是谁干的 原来是麦琪这个坏家伙 那我一点都不奇怪了 哈哈哈哈 现在我可以改善我的房子了 姐姐肯定不会怀疑我呢 糟糕被姐姐发现我干坏事 麦琪你这个小偷 趁我探索洞穴的时候 把我房子上的金砖和绿宝石偷了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把我的星球都偷掉 它整个都是钻石做的 因为我只想拆你的房子节节 我这个星球上什么都没有 而且总是有一系列的坏事发生 你的星球却那么的好 这太不公平了 好吧麦琪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反击了 我有一块奇怪的炸药 现在我就来试试它的作用 最好你现在赶紧 把我的绿宝石和金砖还回来 现在我就过来找你要个说法 老老实实把我的东西还回来 否则我就用我得到的奇怪炸药 把你的房子和星球全毁掉 麦琪居然敢偷我的东西 我要让她知道做这件事的后果 不过我并不想毁掉她的星球和房子 她心里肯定会难过的 我做点别的事让她记得这个教训 作为好朋友我了解麦琪 她肯定会把放东西的箱子藏在角落 我只要把她墙角的那一片墙打破就行 然后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当她发现发生了什么之后 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想到她到时候惊讶的脸我就想笑 我猜的没错吧 现在我们可以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把我破损的墙面用他们一一补弃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给麦琪一点小教训 让她不敢再跟我做对 我把他们家房子的 大门和窗户都封起来 让他们暂时出不来 快让我出去解解 等我出去之后 一定会把你房子毁掉的 你爬上我的房顶干嘛 我告诉过你 我会给你一个教训的麦琪 你把我的房子拆了一部分 但是我却不会把你房子毁掉 你应该很庆幸我还算善良 虽然我不会毁掉你的房子 但是我会让你吃点苦头 尝尝记忆 这些木板拦不住你多久 所以我要在你房子的周围 到处装上带刺的铁丝网 然后你就出不来了 如果你强行要出来的话 这些带刺的铁丝网会把你刺伤 这也太过分了吧姐姐 为什么你会有铁丝网这种东西 我应该怎么做 你拆我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后果 我还在你房子的周围放上了许多钉子 就算你打破了铁丝网 也会一个不小心就踩到钉子上 我肯定能拆除你所有的陷阱 这些陷阱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我已经有出来的计划了 当我成功出来的时候 等着我的报复吧姐姐 哈哈真是个笑话麦琪 你觉得自己能轻易出来吗 为了避免麦琪真的有机会逃出来 我要加强一下我的陷阱 我来找点熔岩倒在麦琪家的房顶上 如果他待在家里的话 就会感觉到非常炎热 在这之前 我先把钉子陷阱布置在他家周围 为了对付麦琪 我把陷阱都带足了 现在就可以用上他们了 你赢不了我的快投降办麦琪 如果你承认你错了 我就原谅你放你出来 我觉得这笔交易很划算 你只需要给我道个歉就行 我绝对不会投降的姐姐 你赢不了我 事实上你已经输了麦琪 你被自己的房子包围了 不过你只需要道歉一切就结束了 给我说句对不起很难吗 你能赢只是因为你选到了富足的星球 麦琪你自己临时改变主意 选到了一个匮乏的星球 这是你自己的原因 好了等我把熔岩倒下来 到时候你就不会嘴硬了 我围起来的木板可以不让熔岩流下去 这些熔岩和温度会一点一点的 渗透到你房子里 虽然我可以打破你的房顶 让熔岩流进去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等等别这样做姐姐 这样会让我和我的家人受伤 现在你还好吗麦琪 还觉得你能打败我吗 看样子你很害怕熔岩 不过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他们只会让你们觉得很热很烫 所以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现在认错还为时未晚 做梦吧姐姐 等我逃出来之后 我一定会把你的星球摧毁掉 麦琪居然这么嘴硬 我要用上那个奇怪的炸药了 你们把这些墨影珍珠带上 到时候传送远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炸药的威力有多大 这个奇怪的炸药居然丢出去就会爆炸 就像手楼弹一样 不过把麦琪的房子炸开了 我们终于可以毫出来了 我以为我们要死翘翘了 都是因为你姐姐你完蛋了 麦琪中了陷阱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房子边上有铁丝网 周围有冰子陷阱 所以你会输 你最好现在就投降 你赢不了的 我得回去了 麦琪看起来很生气 他拆了我的房子偷了我的东西 我教训了他一下 现在我和他扯平了 麦琪现在你理解你毁了我房子时 我的感受了吧 你认真的吗姐姐 我只是拆了你房子上的 一点绿宝石和金砖 而你整座星球都是钻石做的 你会为了这点东西难过吗 你还记得你把我的房子拆了呀麦琪 你就是故意拆我的房子 明明你可以收集 我星球上到处都是的钻石 但是你却拆我的房子偷我的东西 麦琪我不想跟你闹矛盾 尤其是你知道如果你跟我做对的话 你必输无疑 其实你只要跟我道歉就行了 我有什么好道歉的结解 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仇家了 我会用石头建造我的防御工事 我保证他坚固无法想象 就算你有发射炸药的大炮 炮弹也到不了我的星球 这样的话 我也开始建造我的防御工事 我用钻石建造的墙体 肯定比你的坚固的多 因为它的材质更宁 你以为我需要一台发射炸药的大炮 我有奇怪的炸药 它看起来像是一块钻石 但实际上是炸药 我可以让你防不胜防 太好了我的防御工事快建好吗 不知道麦琪还有没有什么计划 他手里可能也有些 出现在那平级星球中心的秘密武器 不管怎么样我都需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因为我觉得麦琪可能在策划什么 所以我必须建造一起防御工事 我会让它看起来像是城堡的墙壁 幸好我有这么多的钻石块 这些都是我打败那些钻石怪人得到的 我只需要把这面墙壁建造完成 并不需要在四面八方筑墙 我的星球就会像堡垒一样 麦琪根本不可能打得进来 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钻石块 把四面八方围起来 看起来麦琪的防御工事已经建好 虽然它的墙建的很高 但是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只要我使劲一点 就可以把这奇怪的炸药丢到它的星球上 它好像都还没反应过来 事实上等我攻击完麦琪后 我想回到我的世界当中 到时候我可以把这些钻石块都卖掉 这样我就发财了 我要先打败麦琪和它平级的星球 但最好把这个投掷台建的更前面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把炸药丢到麦琪附近 我不用担心麦琪反击我 因为显然麦琪没有反击的武器 不过我相信麦琪的星球上 一定有某种秘密武器 只是麦琪没有找到 也许麦琪想让我对它掉以轻心 觉得我能打败它 然后它使用秘密武器 给我出气不易的一击 虽然这是我自己想象的 但也有可能就是麦琪的计划 幸好我在洞穴当中找到了这种炸药 不然真不一定能打败麦琪 很快这座平级的星球就不复存在了 最好的结果就是麦琪现在投降 我想那就是麦琪星球的核心了 如果我把它炸毁 麦琪的星球就会分崩离析了 哈哈哈哈麦琪 我早就告诉你你打不过我的 造成现在的一切结局就是因为 你拆了我的房子偷了我的东西 你只要道歉这场大战就结束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 你故意从我家拆走墙体的气 我会彻底摧毁你的星球的 甚至一块石头都不会让它存在 你看你的半个星球都被我摧毁了 我准备顺移到你的星球 摧毁你的家园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把你的星球核心摧毁掉 这样你就彻底输了 它的星球的核心 似乎一点都没有损坏 我才可能要比这个炸药还强大 好的现在我准备自己传送到你的星球 然后彻底摧毁你这平级的星球 把它榨的一块石头都留不下来 老实说我厌倦了跟你战斗 也许你真的该放弃了 如果你投降的话 我会帮你重建你的星球和家园 你把这里的一切都毁了结节 好吧我放弃 我知道自己赢不了你了 温庄竟然离奇出现三个不同样子的小野 我都正在想办法辨别哪一个才是真的 假如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采用什么方法辨别呢 我们接着看 哎小伙伴们 今天村庄停电了 我现在很烦躁 因为我现在没有电视看了 那我今天在做些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 等等是谁在暗门铃呢 是野哥啊 你今天怎么换衣服了呢 是的 土豆 嘿 今天停电了 我们出去玩吧 黑土豆 等等 我是没睡醒吗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出现两个野哥 虽然衣服不一样 等等谁是真正的野哥 黑土豆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吧不是吧 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呀 妖怪吃暗小野一棒 等等等等 野哥你是不是来恶作剧我的呀 这真的太让我难以接受了 为什么我家外面有三位野哥啊 好家伙西游记的剧情 让我土豆遇上了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 谁是假的呢 有了我有了一个好玩的办法 嘿嘿 野哥们 我有个小计划来弄清楚 你们谁才是真的 并且我想 你们会喜欢这个游戏的 如果我给你们设置一些挑战 根据我对野哥的了解 真的肯定能通关 不过假的嘛 就不一定了 这个不错 我们我们可以试试 嗯 我也同意这个办法 我觉得也可以 好吧 我加入 野哥们我 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挑战 第一关是一个极限跑酷 那么谁想第一个尝试一下呢 我我 我想先试试看 嘿 不 我先来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争了 让黑色卫衣的野哥先来吧 哈 大开业 我可是我的世界中 跑酷最厉害的人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你们觉得 这个小野怎么样 我觉得他肯定不行的 因为我是真的小野 嘿 快看啊 这个黑色卫衣的野哥 已经通关了 是的 是的 伙伴们 我已经完成了跑酷 呵呵 那么下一个是谁 哦 好吧 下一个我来吧 但我不太擅长跑酷 没关系是试看嘛 我想真的野哥肯定没问题的 来吧 接下来出场的是 蓝色卫衣的野哥 加油我相信你了 嗯 啊 哦嘿 野哥这是怎么了 等等 哇 他怎么了 嘿 伙伴们别愣着了呀 我们赶紧把他从熔岩中救出来 好吧 根本来不及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 经典红色卫衣的野哥 希望你不会像蓝色卫衣的野哥一样 加油 出发吧 好吧 哦 这么多野哥 这太亏贼了 嘿我相信你 穿红色卫衣的野哥后 好的 我现在已经跑完一半了 听着土豆 既然我是真的野哥 我绝对可以完成这个挑战的 好的加油 不是吧 不是吧 没关系的野哥 真的野哥也不是很擅长跑酷的 土豆我刚刚有点走神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需要冷静一下 因为我刚才有点被烧伤了 好吧 坚持住 太好了 我们继续挑战 让我一点点来 慢慢的一块一块的过去 穿黑色卫衣的野哥你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 我已经看出来了 跑酷不是他的专场 嘿嘿 我做到了 我完成了跑酷 哦耶 干得好野哥们 现在场上只剩下两个野哥了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 好了 我爸们这是你们的第二关 这是是我给你们设置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们是真的野哥的话 将会很轻松回答的 有没有范围啊 我先好好想想 没错啊 这些是什么样的问题 都是一些很常识的问题 我想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 都能轻松的回答出来 都是我的世界的一些常识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我的 为了有效的观察你们 我设置了这个独特的按钮 所以我可以切换到创造模式 来给你们做裁判 挖土豆 你竟然可以开创造 哦 是的 说实话 我也很惊讶 土豆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吧 你们可以进入你们各自的房间了 请听第一题 我的世界中最好的稿是什么 有点东西啊 这个题目 哈哈 老实说 我需要考虑一下 老实说 土豆这是个有点好笑的问题 很明显是下界合金稿啊 嗯 我同意这个说法 我也选这个 嗯 到目前为止 你们都答对了 嗯 嗯 等等 这个假野哥也回答正确 那肯定啊 这都是常识好不好 并且 因为我是真正的小野 而你 只是我的复制品 哈哈 黑伙伴们 现在不许吵架 老实说 我认为 你们都是假的 嘿嘿 你什么意思 土豆不是假的 嗯 我不确定 穿红色卫衣的也哥 我这个穿着黑色卫衣的 小野才是真的好吧 好吧 下一个问题 土豆最喜欢吃什么 胡萝卜还是面包 嗯 听着土豆 我不确定也许 也许是面包或者胡萝卜 嗯 但老实说 我记得你 总是种胡萝卜 所以我认为 答案是胡萝卜 哎 你似乎说的没错 哇 你们都问到了 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们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的食物 是胡萝卜 土豆因为我 才是真正的也哥 你别相信 它它是假的 不 实际上 我是真正的也哥 如假包换呢 好了好了 冷静野哥们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没回答呢 这才是检测 你们是不是真的也哥的办法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真的也哥 当然是啊 我不知道土豆 嘿嘿 给你抖个包索 当然是的 假答案是什么 嗯 嘿你这个假的 你在干什么 哈哈 我只是想碰住你 恶作剧你一下 我来打破这些泥土 放你出来 哦 谢谢假野哥 嘿 你叫我什么来着 再说一遍 我是说 你是假的也哥 你不可能是真的也哥 好了好了也哥们 不要再吵架了 虽然你们两个都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我确实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进入最后的挑战 什么呀 土豆 还有挑战啊 这将是载入历史的一战 绝对会惊掉你们的下巴的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嗯 这是什么竞技场 这是弹仔竞技场 你们将是第一个在这里战斗的人 哦 土豆 太棒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刺激游戏了 嗯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很酷的刺激游戏 我也很喜欢 好吧 那就跟我去竞技场 但要小心 每人拿一把铲子 好吧 知道了 太好了 我有我的 我们应该站在哪里 现在请你们两个 进入竞技场里面 一个也哥在这边 另一个在那边 好了 土豆我准备好了 哇看看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这里 他们会看着我们吗 是的 我也会看着你们的 我讲一下游戏规则 你们将使用你们手里的铲子 挖开对手脚下的方款 谁先掉下去 谁就会被淘汰 不过不要担心 下面只是一些水而已 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的 所以怨赌服说 你现在可以开始战斗了 好吧 穿红色卫衣的也哥 这将是我们两个的终极对决了 我一定要赢下这场战斗 因为我才是真的也哥 并且 这是我最擅长的游戏了 我劝你 还是不要说大话了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的 可恶差点被你撞到 你竟然这么狡猾 可恶的坏蛋 乌鸦坐飞机 看山压顶 我马上就淘汰你 你不可能淘汰的了我的 这越来越让人兴奋了 既然这场战斗将决定一切 我要认真对待了 他们在这战了一个多小时了 还没结束战斗 过来我要赢了你 可恶 哦爷 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玩 不是吧 怎么突然就结束了 是啊 逗 我做到 也就是说 还是真正的也哥 而且还是最经典的皮肤 红色卫衣 你这可恶的土豆 你现在还在怀疑我吗 我一直都是真的好吧 因为我只有这一件 红色卫衣 嗯 这个说不好的 要万一你想改变一下 你自己的风格呢 你在说什么呀 可恶的土豆 我就是真的好吧 因为我打败了所有的假的 现在我百分之百确定 我是真的 你也必须确定 尽管听起来很有趣 我还是不确定也哥 如果你是假的呢 黑村民们 大家快看啊 这个可恶的土豆 他疯了 哈哈 这可真有意思 让我把你扔下去看看 啊 你干什么啊 土豆 我真的是真的 哈哈 也哥我只是在恶作拒你 真的也哥是不会生气的 看来你 确实是真的 哈哈哈哈 先进化 小日子的相扑选手 出现癫狂之后 正向我们村庄协 如果是你们 这该怎么办 客大新闻 小日子的相扑选手 发生了癫狂 目前正在肆意破坏凡村 情况紧急凡村 极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快看了他在往我这边来 等等 他想干什么 啊不不不 救命啊 我的天呀 石头哥 新闻上说 凡村正在被小日子的相扑选手破坏 完了完了 我们村庄距离凡村非常近 再这么下去 下一个被破坏的村庄就轮到我们了 等等 狗蛋你别急先冷静下来 根据小日子相扑选手移动的速度 到达咱们村庄之前还有一段时间 那石头哥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房子被他摧毁了 狗蛋别无选择 我们必须在他们袭来之前打造最强的安保系统 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那石头哥还在等什么呀 赶紧开始啊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快说快说 我们第一个安全措施打造什么 狗蛋现在可以确定相扑选手肯定会从这个方向起来 那么首先就可以在这个方向的基础上 先铺设一条路方便我们观察 好的石头哥我也来帮忙了 等等 相扑选手想来到这条路还得越谷这座山 石头哥我在想这座山这么高 相扑选手肯定没有办法通过这里对吧 狗蛋按道理来说是没有错 但是我在想如果这座山被公布 那么就没有东西可以保护家园了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需要准备好其他的安全措施 好吧石头哥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我想在这条路上设置大量的障碍物来阻止他袭击房子 但是从新闻上看到相扑选手的破坏力非常强 根据这个 所以我决定使用坚固的铁块来打造这个措施 并且还要把墙壁打造的稍微高一点才能起到抵挡作用 石头哥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吗 不对不对 狗蛋我们还要加厚一则 相扑选手的破坏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接着我们把这样的墙复制成一排 这样相信就没有人可以轻松的通过这条路了 石头哥有了这么多坚固的墙壁 那现在我们就完全不用害怕相扑选手的进攻了吗 狗蛋现在还不是轻敌的时候 要是相扑选手万一突破了所有的墙壁呢 所以还是要设置更多的安保系统来保障我们的房子万无一失 接下来我打算用手上的这台电风扇来打造一个安全措施 首先从这里用铁块打造一堵墙壁 完成之后再把电风扇像这样安装在这里 并且要布满这堵墙壁这样锋利才足够 接着要把电风扇后面的堵墙壁拆掉 然后再从电风扇系统后面用铁块打造一个这样的措施 用粘性搏塞排成一列 从中间再挖出一个坑填充一些黑钥匙在这里 完成之后摆上一些这样的弹性块 最后一步再使用中继器 安装一条红色电路把整个系统连接到控制开关 这样电风扇措施就全部完工了 到时候我们只需要拉动这个控制开关 电风扇系统就会立刻把相扑选手直接吹飞 等我先把开关拉上 斗蛋你可以站到电风扇措施的前面测试一下 好吧石头哥我准备好了 狗蛋我准备启动了呀 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斗蛋瞬间被电风扇系统直接推飞 我的天呀石头哥 这也太酷了 有了这个电风扇措施 相信相扑选手肯定靠近不了我们的房子 狗蛋不对 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再设置一个地雷陷阱 这个措施之前还使用过来对付蜘蛛王 相信这一次的效果也会相当不错 好了话不多说 我要开始布置地雷阵了 一块草地加上一个地雷接着继续布置下去 相信有这么多的地雷只要相扑选手往我这里路 肯定会遭受重创 石头哥现在有了这么多地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修行下了 狗蛋现在村庄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暂时还不是修行时候 接下来我要制作一个强力的攻击措施 首先从这里开始制作装置 接着再往后面放置一些动力源 建设完成之后再从这边挖一个坑放置一些黑钥匙 再从这里用铁块建造一个装置并安装粘性活塞 然后这边安装一条红石电路来连接整个装置 最后一步我们只需要把前面的攻击装置复制成一排 这样我的强力攻击系统就全部完工了 到时候只需要拉动这个控制开关 这个强力攻击系统就会瞬间打出降龙式巴掌 把相扑选手揍得鼻青脸肿 哈哈哈哈 这个安全措施真的太完美了 石头哥你真是个大聪明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强的安全措施 狗蛋但是现在也还不是我们轻敌的时候 这些措施对相扑选手可能只是起到抵挡作用 接下来我将在这里设置一个更加强大的陷阱 首先我将使用指令来挖出一个洞 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这个洞非常的实 接着我再从这边设置一个装置之后 并在上面安装面板 继续面板复制到把整个洞口都固定为止 然后再从面板上布上绿色的地毯来隐藏这个陷阱 铺好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发现 下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哈哈哈哈 到时候只要相扑选手一旦踩到我这个陷阱当中 那么我就会立刻拉下控制开关启动陷阱 把它永远困在地洞下里 哈哈哈哈 石头哥你真是个大聪明 相信到时候相扑选手掉下去肯定会大吃一惊 等等 我在想为什么相扑选手会疯狂的破坏分装 难道是因为他肚子太饿了吗 什么 石头哥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不对不对 狗蛋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等一下我将在这里铺设一排披萨 这样到时候如果相扑选手真的突破了所有的措施 那么他将会以为这些都是他的奖励 就会把所有的披萨全部吃光撑死他 什么 石头哥你真的没有开玩笑吗 狗蛋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这也是我们最终的手段 我要开始设置大量的披萨 石头哥这些看起来好好吃啊 真的要全部拿来为相扑选手吗 狗蛋你要想这些东西就全都拿来为拢了 只要我们能守住房子牺牲一些披萨也是值得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待相扑选手出现即可 石头哥我真是服了 那个相扑选手不会在半路睡着了吧 为什么都等到晚上了还没有出现 狗蛋你别着急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体型太胖所以才来的这么慢 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石头哥他这么笨重真的能通过这座山吗 如果真的不来那么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安全措施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突然一阵响声传来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是从大山里面传来的 什么石头哥我怎么没有听到 响声再次传来 这是狗蛋你听到了吗 完了完了石头哥会不会是相扑选手来了 突然从山的中间被打出了一个洞 我的天涯这小日子也太猛了 狗蛋狗蛋别着急 我们赶紧退回到铁墙壁的保护范围中 等等天哪他竟然轻而易举的就破坏掉了铁墙壁措施 石头哥这怎么办呀 这小日子简直就不是人了 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行进速度越来越快了 狗蛋既然如此 我们得赶紧退回到下一个安全措施的保护范围内 快点快点 石头哥我相信电风扇系统肯定可以阻止他 狗蛋没问题了 我要启动这个措施了 疯子 把小日子给吹飞吧 等等 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反应 哈哈哈哈 相扑选手被反弹了一下 看来我们的电风扇安全措施还是有点作用的 等等 突然相扑选手再一次猛的破坏了电风扇措施 天哪这小日子真的不是人 他的破坏力也太狗 也无选择 狗蛋我们得赶紧再一次跑回到下一个安全措施中 我就不相信地雷阵还拿他没跑 现在可以看到相扑选手在对设置的地雷炸飞了起来 等等 这个可恶的家伙怎么还在一直向前 什么情况 为什么 狗蛋的爆炸竟然对他完全不起效果 石头哥在怎么办 这家伙不但破坏力惊人而且还皮糙肉厚 狗蛋没办法 看来只能启动降龙石巴掌 就让我们启动这个系统来终结他吧 我就不相信他能顶得住这么高频率的攻击 战斗马上开始 哈哈哈哈 这是起作用了吗 现在可以看到降龙石巴掌正在疯狂的攻击相扑选手 等等 天哪这是什么情况 本以为我们先发制人取得了优势 没想到这家伙再一次破坏掉了我们的措施 完了完了 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把他引诱到我们设置的地洞中 让他永远出不来 快点快点 狗蛋跑快点 现在只要等他一旦靠近陷阱的范围内 我就立刻拉下了操纵杆 好了 趁现在 哈哈哈哈 我们成功的把他囚禁在地洞中 相信他永远无法从下面出来 等等 那家伙在下面干嘛 怎么像个狗一样在挖洞 完了完了 石头哥这家伙不会是想挖一个隧道出来吧 狗蛋也许真是这样 野武选择我们得赶紧跑到披萨呢 突然一声巨响 天涯这家伙真的挖了一个隧道出来 并且可以看到他正在疯狂的啃食我们的披萨 石头哥我怎么看他好像恶狗强食一样 他究竟多久没吃饭啊 我们准备的这些披萨够他吃吗 狗蛋我也不清楚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在我们以为房子马上就要失手的时候 香扑熏手吃完了最后一个披萨倒下去 哈哈哈哈 狗蛋你看到了吗 我们真的成功了 石头哥幸亏有你的办法 你真是咱们村庄的大聪明啊 下面插播一则紧急播报 一名小女孩在森林里迷路 现在他的父母非常的着急 警方已经调查了许久 暂时还没有发现踪迹 各位村民如果有见到请立刻联系警方 石头哥那小女孩到底去哪里了 狗蛋我也非常奇怪 如果单纯只是迷路 应该警察很快就可以找到他才对 我在想他很有可能已经遇到了大麻烦 什么 石头哥那我们去帮帮他吧 就算是为了他的父母也必须找到他 石头哥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现在必须搜索这片森林的每一寸地方 我就不相信小女孩还能找翅膀飞了 狗蛋你这样效率太慢了 我现在有个主意 看到我这台无人机了吗 等一下我将使用它从空中开始搜索森林 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我们的效率 并且可以搜索更远的地方 石头哥你真是的大聪明赶紧开始吧 好了 现在我要控制无人机起飞 并且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 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两个 现在是时候开始搜查了 可以看到这片森林相当的广阔 小女孩到底会藏在哪里呢 一定要仔细的搜查所有地方 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满迹 无人机已经飞到了森林深处 暂时还是没有看到小女孩的踪影 真的非常奇怪 它到底会藏在哪里呢 等等 前面怎么好像有个人影 我连忙操控无人机迅速的靠近 我刚才明明看到了一个人影在这里出现 对对对就在前面 也许那个就是小女孩 我再次遥控无人机迅速靠近 不然那个人影停了下来 什么情况 狗蛋我的无人机刚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击中摧毁 什么 石头哥会不会只是你不小心把它撞坏了 狗蛋怎么可能 你是在怀疑我的技术吗 我觉得刚才的人影并不是小女孩而是一种邪恶的怪物 一定是他们绑架了小女孩 什么 石头哥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怪物潜伏在森林里 狗蛋我想去到刚才无人机被击落的地方寻找真相 好吧 石头哥 既然你坚持小女孩可能在那里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狗蛋我想刚才无人机就是在这附近被击落了 等等 我就知道前面那辆就是我的无人机 天哪 真的太糟糕了 石头哥所以你刚才确实没有编造邪恶怪物的故事 狗蛋现在你相信了吧 就是不知道刚才那个模糊的人影去哪里 他刚才就是从这个地方把我的无人机给击落了 石头哥认为他还在附近潜伏着吗 狗蛋我也不清楚 但是等等 这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拉杆 这也太奇怪了吧 我来打开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等等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秘密入口 我的天呀 这也太奇怪了 石头哥你不会是想进去吧 是的狗蛋 我现在怀疑刚才消失的人影 还有小女孩很有可能在下面 但是石头哥你也看到他很容易就摧毁掉了无人机 这代表刚才的人影非常的危险 狗蛋别担心我有战斗盔甲和武器 现在是时候武装起来了 穿上这个之后感觉我无敌了 走吧走吧 一直沿着这条楼梯往下走 狗蛋相信我们联手肯定可以打败一切的罪犯 天爱这条楼梯真长 终于来到了下面 这个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四通八达的碎笔 就好像是一个迷宫 现在我确信刚才的人影一定在这下面某处躲 石头哥你跟着我来吧 只要我们一直右转就不会陷入迷宫的循环 这样肯定可以找到终点的 等等狗蛋你不要走这么快 石头哥这条路是死胡同 没有办法我们要先往回走 相信我石头哥这方面我是专家 很快我就能带你走出这个迷宫 但是等等为什么这条路又是死胡同 我真是醉了 石头哥你别急往这边走 等等怎么又是个死胡同 怎么回事啊 明明我们一直往右转 怎么没有出口啊 我真是服了累死我狗蛋了 狗蛋我有理由怀疑我们一直在多圈子 什么 难道说这个迷宫就没有出口吗 不对狗蛋这里一定是有一个出口的 石头哥怎么可能我在这里只发现死胡同 其他什么都没发现 等等 狗蛋那是什么 怎么好像是个按钮 我们按下去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等等 这个按钮好像是用来隐藏门的 石头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继续探查下去 快点快点我们走吧 这真的是个不错的隐藏门 现在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危险 我只能拿出武器慢慢的探索前进 等等 前面那个是什么 我跟狗蛋连忙上前查看 这好像是一扇门 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哦我的天呀 谁能想得到森林下面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并且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座位 等等那边那个是做什么的 我跟狗蛋连忙上前查看 发现这上面竟然躺了一具骨架 石头哥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看起来真的太圣人了 狗蛋你别害怕 我在你的后面又发现了一条隧道 什么 石头哥让我看一下 天啊 竟然是真的 狗蛋你快点跟上我 没有办法了 我们需要继续向前探查 突然我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竟然是牢房 为你好 你是那个迷路的小女孩吗 你别害怕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我跟狗蛋连忙拿出激光枪打破了铁栅了 太好了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小女孩到底是谁把你带到这里了 嗯 什么 有一群坏人绑架了你 小女孩说一群恐怖的地下组织绑架了他 并且还在下面举行了一场入侵地表的祭祀仪式 如果真像小女孩说的那样 那么刚才那具海虎就是上一名被害者 石头哥那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这也太危险了 什么 他告诉他如果他试图逃跑 那么他肯定会抓到他的家人 我跟狗蛋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小女孩赶紧告诉我们带你来的地下组织躲到哪里去了 什么 他们全部又出去绑架更多的人回来 现在距离他们回来前我们还有三个小时 等他们回来小女孩就有危险了 我跟狗蛋一定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必须打败所有的地下组织 石头哥你说的对 但是就我们两个怎么可能打败地下组织 要不还是去找警察叔叔吧 狗蛋你别急我现在有个计划 我们可以建立陷阱来打败他们 等一下他们肯定还会举行活动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里设置陷阱干掉他们 石头哥这个计划也太棒了 你真是个大聪明 既然这样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等一下地下组织肯定会返回这里取走他们需要的东西 幸好我带了一个箱子 里面有大量的物资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来做一个陷阱 就从这里开始吧 用这些积木来结束这个措施 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在下面拉动开关就可以激活这个陷阱 这样当地下组织的人来到这里 狗蛋你就在下面试着拉动控制开关 这样所有的坏人就会立刻掉进我的陷阱被困在下面 接下来我还有个计划 等一下他们所有的人还会出现在前面的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也可以到前面准备一个安全措施来终结他们 一般来说打造岩浆陷阱是最保守的 首先我需要从座位区周围挖一条沟 挖好之后再往里面倒入岩浆 这样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 现在我宣布岩浆系统已经完成 石头哥我觉得单靠岩浆肯定还没有办法全部消灭它们 狗蛋你说的对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要安装一些安全激光 就从这里开始吧 好了安全激光准备就绪 石头哥你认为这两个陷阱足以打败他们了吗 他们可是毫无人性的地下组织 我真的有点害怕 狗蛋我现在还有个主意 如果他们真的通过了所有的陷阱 那么我们就立刻戴上防毒面具 届时我会让整个地下区域全部充满毒气 把所有的地下组织坏人全部消灭 石头哥你这个计划真的太棒了 既然这样 狗蛋我们开始建造一个装置来释放气体 就从这里开始的 首先我会把分配器安装在这里 你们两个负责往里面填充毒气 必须把这个地方全部布置好 好了兄弟们都完成了吗 这样到时候我只需要按下手中的摇晃器 那么这片区域将会全部充满毒气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 捣毁所有的地下组织成员 为我的世界村民除掉一大害 等等 狗蛋接下来是时候为我们做一个藏身之所 那石头哥我们可以躲在哪里 我怎么感觉我们随时可能会被抓 有了狗蛋我们可以藏在祭坛的下面 什么 石头哥你是认真的吗 确定藏在这里足够安全吗 狗蛋你别急 等一下我将会在祭坛的背面挖出一个入口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这里进去 并且为了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在楼梯这里打开一个缺骨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里观察到外面的情况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为了预防万一 我们还是把这个地方全部安装摄像头监视起来了 石头哥这主意不错 我们赶紧开始吧 首先我会在这里先安装一个摄像头来监控这整片区域 接着再从祭坛的旁边安装一个 然后我还想在观众席这边安装一个 最后一个我想着把它安装在牢房这边 现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只需要等待他们回来就可以 但是狗蛋我在想 到时候他们回来肯定就会注意到小女孩不在他的牢房 那么他们就会立刻去找小女孩的父母麻烦 对了石头哥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狗蛋别无选择 等一下我穿成小女孩的样子待在这里 然后你负责启动安全系统对付别人 什么石头哥这么听你一说做幼儿还挺有趣的 要不我来做幼儿吧 狗蛋你确定吗 这真的非常危险 石头哥就交给我吧 接下来我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相信我长得这么好看肯定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 那小女孩我们回到密室等的坏人吧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小女孩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先打开摄像头看一下狗蛋的情况 现在狗蛋的安全掌握在我的手中 所以我必须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接下来再打开祭坛的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暂时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人的出现 这个摄像头也没有发现人 最后一个摄像头也没有发现观众席上面有什么人 等等 那个路口怎么好像正有一大群员进来 我的天呀 他们的人也太多了吧 我赶紧打开狗蛋的摄像头观察一下他的情况 天哪 完了完了 狗蛋的处境非常危险 可以看到有两个地下组织成员进去把狗蛋抓了出来 情况变得异常糟糕 完了 狗蛋被绑在了祭坛中间 一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狗蛋的安全掌握在我的手中 就在歹徒靠近狗蛋的时候 我立刻启动了措施让他掉了下去 哈哈哈哈 我把地下头目困在了陷阱中 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得赶紧去看一下狗蛋的情况 石头哥你来了 我刚才真的太害怕了 太棒了 地下头目已经掉进了我们的陷阱里 什么 突然小女孩拿出了一桶岩浆倒进去 哈哈哈哈 一大群地下组织成员正往我们这边袭了 狗蛋别担心 他们想来到这里就必须通过我们的岩浆陷阱 石头哥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相信我们肯定可以打败所有的地下组织 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被我们岩浆困得动弹不得 并且还有部分着 什么 他们竟然倒水消灭了岩浆陷阱 并且还造了一座黑药石桥通过了陷阱 完了完了 石头哥我们该怎么办呀 狗蛋别担心赶紧跟着我来 别忘记了我们还有安全激光系统 地下组织成员很多没有见过激光 所以他们肯定会中击的 突然所有的地下组织成员停在了激光面前 那石头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得救了 哈哈哈哈 等等不对 天下有一个人在破坏安全激光 完了完了 安全激光陷阱被突破了 石头哥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狗蛋你们两个赶紧戴上防毒面具 我们得启动终极武器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立刻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整个地下空间瞬间被绿色气体笼罩 哈哈哈哈 成功了 可以看到地下组织成员正在迅速倒下 我跟狗蛋终于把他们全部打败了 狗蛋这里非常危险 要我们赶紧带着小女孩出去吧 快点快点快点跑 我们终于成功捣毁了地下组织 现在就让我们拿起TNT把这个地方炸成废墟 这样地下的人就永远出不来了 我们先赶紧离开这里 好了准备就绪 我要按下手中的遥控器了 爆炸结束之后 我跟狗蛋还有小女孩立刻返回到了现场勘察一下情况 天呀 可以看到地下空间已经被埋在了废墟中 这样地下的坏人就永远出不来了 小女孩赶紧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吧 跟庄遭遇一大波僵尸的袭击 并且这次的僵尸十分强大 小野和土豆已经被僵尸围困起来了 那么谁会来拯救他们 我们接着看野哥就我们这巨大的城墙防御机制 这些僵尸肯定不能进来了吧 是啊土豆 自从村民哥警告我们 僵尸马上就要袭击我们的村子了 我们就开始建造了 是的野哥多亏了村民哥的提醒 等等我已经听到僵尸的声音了野哥 你说的对土豆 我们赶紧上去阻击他们去 不好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多武器 但我想我们应该能应付 哦不野哥你还是失散了 我有一把钻石剑一把枪和一把弓 好吧那我们走吧 好的野哥我们赶紧出发 是啊 让我们看看这群僵尸到底有多厉害 嗯土豆 这次的僵尸还真是不少啊 看看这些僵尸土豆 怎么了野哥你这就害怕了啊 你看到吗 哦不 为什么有这么多啊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僵尸 我想也许最多也就二十个 没事的土豆不要害怕 就我们这个防御机制 我想我们已经没问题了 看这个防守 他们还没靠近我们这里 就已经被护城河消灭一半了 现在让我们赶紧对他们发起进攻 土豆开枪吧 我再攻击了野哥 看土豆 他们太好笑了 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只能掉进坑里 哈哈 等等什么 土豆你看到这个了吗 是的野哥 我不笑我看到了 这些僵尸什么时候学会的这项技能啊 看土豆 一些奇怪的僵尸正在建造一条路 不是吧 不是吧野哥 看到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就这么被他给破了 这怎么可能 我不明白野哥 别担心土豆 他们还是上不来的 哈哈 别笑了野哥 他们已经开始爬上来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为什么这次的僵尸这么强啊 真是强的让人害怕了 开枪打他们 土豆 这太可怕了 并且 他们的数量还这么的多 别慌野哥 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的 是的 土豆 啊 小僵尸们 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厉害 干的漂亮土豆 不要让他们上来 野哥 你仔细看看他们后面的队伍 不是吧 不是吧 他们这是 要的干什么啊 为什么他们带着苦力怕 看来这次的僵尸入侵 似乎是有人故意组织的 他们这次的战术十分的明确 竟然还有苦力 怕来炸我们的城墙 这太可怕了 野哥 我们应该怎么办 看啊野哥 苦力怕已经炸毁了我们的墙了 什么土豆 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我们得想到好的办法 就凭我们俩 我想这个城墙 我们是受不住了 黑土豆 我们赶紧撤离城墙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想再有一会 他们就会冲过我们的围墙的 很快 他们就会冲到村子里 好的野哥 我现在都听你的 我们下去吧 哦 不土豆 我已经听到了他们爆破的声音 我想 他们马上就要突破我们的防线了 只要再来一次爆炸 我想 我们的城墙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就要狗带了 哦不野哥 你还是别说话了 真的被你说中了 更多的僵尸来了 没关系的土豆 我们还有别的机会的不要慌 赶紧撤退撤退撤退土豆 我们得赶紧回家 建造新的防御工事 等等野哥 那里似乎有一个村民在叫我们 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土豆 母鸡啊野哥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走吧走吧 野哥快点 他们可能在等我们 我已经跑起来了土豆 黑土豆 你先进去我来店后 我进来了野哥 你也赶紧进来野哥 小野土豆 你们终于来了 见到你真高兴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小野 外面有那么多僵尸 首先我们要守住入口 我的箱子里面有铁门 赶紧替换掉这个木门 那太好了村民哥 我们这就把门替换掉 黑土豆 快把门赶紧拆了 我正在拆呢 野哥我正在拆呢 快点啊土豆 趁着僵尸还没来 看外面有很多僵尸 故终于弄好了 这个铁门实在是太难弄了 听着小野土豆 我们真的 真的很担心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铁门也只能阻挡他们一点时间而已 嗯 不要慌吞长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但是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吧 我们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僵尸 好吧小野 我甚至不知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就只要野哥 和土豆 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这可怎么办 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我们现在已经火烧没毛了 野哥快看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他们越来越多 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 不过他们 还没使用苦力 怕炸毁我们的房子 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野哥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他们可能是想要抓活的 我们该怎么办一个 哦 no 我不想永远被困在这个房子里面狗带 我向你保证 土豆我们会想出办法了 不要害怕 因为村民哥和村长 已经建造了一个地下避难所 这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放心一点了 野哥 土豆如果没错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天亮 只要没有苦力怕席救了 我们就肯定没事的 没错野哥你说的对 哦 哈野哥 我看到香蕉小子了 真的吗 土豆 香蕉小子在哪里啊 是他是他就是他 我的朋友小香蕉 他来找我们了 你会怎么帮助我们啊 土豆 野哥你快看 他有某种奇怪的武器 可以退后土豆 这个枪的威力一定很巨大 香蕉小子会救我们的 哇 他这么快就打败了他们 哈哈 我太高兴了 肯定的 真高兴香蕉小子出现了 要不是他 我们就真的狗带了 快把香蕉小子叫过来 黑香蕉 小子快进来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 你们好啊 小野土豆 我提前收到了僵尸入侵的消息了 我感觉 你们可能会有危险 哈哈 我们很高兴 你能来 太谢谢你了香蕉小子 土豆快给村民打电话 让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庆祝 没错没错 野哥我这就打电话 是啊 当然了 香蕉小子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黑村民们过来 我们得救了 嗯 什么是谁救了我们 看那是我们的朋友香蕉小子 哇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呀 我太高兴了 香蕉小子我没想到会见到你 村民赶紧宣布 奉天承运村长赵约 香蕉小子救驾有功 小野土豆护驾也有功 这几赏香蕉小子村长体验卡一张 亲此 乌胡香蕉小子香蕉小子功 喜哈哈哈哈 太棒了 天纳铁柱你快看前面 那好像是一个幽灵 真的哎 郡哥我们去抓住他吧 我们去看看他要到哪去 好要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心不要跟丢了 幽灵的身体是虚的 晚上实在是看不太清楚 看那里郡哥 是一座豪宅 那我们就潜入这栋豪宅 悄悄的进去抓他 那我们可不要发出声音了 我听说幽灵可以附身到人的身体里并控制他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可没办法应对 你说的对铁柱 这栋房子也太大了 我们可能要找很久了 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分开 电影里落单的人一定会出事 铁柱你怎么了 我没事郡哥 只是这个房子有点吓人 而且那个幽灵好像不见了 那我们就在房子里找找吧 这栋房子的墙上到处都是金色十字架 明明这栋房子里有一个幽灵 想想还有点好笑 而且这房子的布局有点奇怪 不过抛开这些这栋房子 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很干净 郡哥难道是幽灵打扫的房子吗 很有可能 这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幽灵也没看着 虽然这栋房子看着不错 郡哥这栋房子我好喜欢呀 我也喜欢虽然我买不起 郡哥你不会要住在这里吧 这里可是幽灵住的房子 他有可能就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 我一点也不想在这儿住 没事的铁柱 那个幽灵可能只是从这里露 这么舒适的房间 挑一个睡个好觉 好吧 都已经这么晚了该睡个好觉 还好这个房间有张不错的床 就算是幽灵也阻止不了我睡个好觉 这一觉睡得太棒了 我感觉神清气爽 才刚刚凌晨嘛 该去找铁柱了 忘了看看铁柱睡的哪间房啊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找 什么竟然是幽灵 看我这次不抓到 又消失了 好到哪去了 不行我现在必须找到铁柱 我一个人肯定应付不了幽灵 终于找到铁柱了 原来他睡在这个房间了 昨天还说自己害怕了 现在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不过已经到了该睡醒的时候了 铁柱不要睡了 该起床了 怎么回事铁柱怎么叫都不行 以前明明一叫就醒 我去这是什么情况 铁柱飞起来了 看起来像是被人操纵的木偶 糟糕他朝我飞过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幽灵干的 铁柱快醒过来 还是叫不醒他 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他吗 有什么办法能够驱除 铁柱身上的幽灵就好了 幽灵怕什么呢 这个房间的窗帘好厚啊 有了幽灵应该怕阳光 要不然这个房间 也不会有这么厚的窗帘 到底怕不怕 我把窗帘拆了就知道了 他不敢飞过来了 太好了有用 幽灵好像被伤害到了 铁柱回到了床上太好了 幽灵好像被伤害到了 铁柱回到了床上太好了 等铁柱醒过来 我告诉他他被幽灵附身了 不知道会不会吓到他 这扇窗帘也给他拆了吧 这样铁柱能被太阳多照一回 应该会回复的快一点 是时候叫醒铁柱了 都怪我没有听铁柱的话 离开这栋房子 不过为什么幽灵没有上我的身 我现在没事铁柱却昏睡着 哎呦我的身体好酸啊 我的头也很痛 我怎么感觉我睡一觉 跟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铁柱这栋房子绝对有问题 我感觉我一晚上都在动 我睡着的时候没梦游吧 呃铁柱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其实你昨天晚上是被幽灵附身了 你昨晚直接飞起来 然后在天上旋转地追我 真是非常可怕 铁柱我现在还是好累啊 我感觉我的身体的能量 都被幽灵吸走了 我还是得躺会儿 你也休息一下吧铁柱 铁柱我觉得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要是你又被幽灵附身了怎么办 怎么办铁柱完全不听我的 看来我需要一个专业人士 怎么回事竟然没有信号 真是个破手机 终于有信号 为你好我需要一个神父来帮助我 我的好朋友好像被幽灵附身了 太好了我现在只要等到神父来就好 什么竟然是那个幽灵 难道他知道我找来了神父 要来伤害我了吗 有人敲门是神父 太好了神父刚刚那个幽灵就在那 你赶快去消灭他吧 看就是这里 我绝对没有撒谎 你快出手消灭他吧 冷静点阿俊先生 我知道遇见幽灵很可怕 但只要掌握了应对方法就能轻松应对 只要我略是小技 这里就是幽灵不能再出现的区域 这个幽灵曾经附身过我的朋友 我非常担心他继续这样做 我希望你能够净化这个幽灵 让我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做 我想应该不会太难 我也不知道 我只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事 你看就是这样 铁柱开始起飞了 等下他就会来追我 后里谢竟然是真的 神父你怎么跑了 你是唯一能救我朋友的 我们把门关上再说 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我只是个假的神父 我不会驱魔法术 我平常只需要做做清洁就好 但是我身上的法器是我祖传的 稍微有点用 你拿去可能有一点帮助 但我是不会掺和进来的 这个幽灵实在太强了 我会给你所有你需要的去莫意识 就这样我先走了 可恶一个假神父 看来铁柱还得我来拯救 虽然我也很怕 但是我一定会救下铁柱的 我需要将它引入一个狭窄的地方 然后阵邪剑就有作用了 竟然直接破门而出了 是时候使用阵邪剑了 希望铁柱没事 太好了好像有用了 幽灵被我打出来了 我胜利了 二爷在村庄新开了一家商店 并且小野的生意十分火爆 为此 土豆也准备开一家商店 那么他们两个谁的生意会更好一些呢 我们接着看 我这木楼梯搭一半木头 竟然不够了 我怎么计算错了呢 看来我还需要再搞一些木头 才能搭到我家二楼 嗯 哦 我想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想 野哥可能有多余的木头 我想他不会介意 给我一些来完成楼梯的 好吧 我得赶紧去找他去 不然的话 野哥又要出去探险了 希望他现在不是很忙吧 等等 他在那边干什么呢 这是 嘿野哥 野哥这是青草蛋糕 嗯 好的村民哥 给你麦子 我太谢谢你的再见 嘿野哥 我也需要一些小麦 不好意思啊 村民哥你今天来的有点晚了 没有了 嗯 你说没有小麦 野哥是什么意思 今天不会有小麦了 野哥怎么会这样 我还等着小麦做面猫吃呢 有货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当然了村民哥 别担心有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叫起来 你怎么成老板啊 哦 土豆早上好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我的木头不够了 我来找你借一些木头 修建好我的楼梯的 但看起来 你有更重要的是 就比如说 你在卖小麦 哈哈 你说的对土豆 我决定做个老板 但不是一般的老板 我有自己的小麦农场 挖一个小麦农场 等等等等野哥 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吃过普通的小麦 你说的没错呀 土豆 就是 因为没有这种小麦 所以物以稀为贵嘛 所以就像你看到这样 卖的很火爆啊 哇野哥 可是你的店铺里面只有小麦啊 嗯 现在是的 但是等我存够青草蛋糕后 我会买一些烤箱 开始卖面包 再搭配上牛肉 我可以给大家制作好吃的惠林顿牛排 嗯 所以 你要开面包店啊野哥 野哥我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做面包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胡萝卜啊 我可以帮忙的 因为我有一个胡萝卜农场 嗯 土豆 不是我打击你 根本没有人喜欢吃胡萝卜的 没人需要那些 野哥 你说没人需要胡萝卜 是什么意思野哥 土豆这是事实啊 现在村子里面只有一个人吃胡萝卜 剩下的村民都不吃的 大家都接受不了它的味道 嘿野哥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这是事实土豆 哎 好吧 野哥我明白了 拜拜土豆 啊 野哥既然瞧不起我的胡萝卜 既然这样的话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野哥 我现在就收购我农场的所有胡萝卜 我也要开一个商店卖胡萝卜 那就看到我们谁的商店卖的更好 你哪里有什么东西 没人 我以为是